Hello大家好,这里是拔丝底瓜 提到挑战类综艺 大家最喜欢看的可能还是挑战者各种失败的画面 但在90年代的日本却有这么一档综艺 不仅大部分挑战者都能成功 甚至还能获得100万日元的奖励 这样豪气的节目在当时风靡一时 最后却落得个停波的下场 这档综艺到底发生了什么 综艺名叫火焰挑战者 这个名字并不是节目的全名 是台湾电视台引进节目时的简称 日文全名是小内小男的火焰挑战者 完成的话就能获得100万元 这是日本的朝日电视台在1995年到2000年期间 每周二晚上7点播出的游戏类综艺节目 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当时宏极一时的搞笑组合 小内内存光粮和小男男原青龙 每期节目都会请上5到6位的特别嘉宾 节目组会设置各种各样刁难的游戏关卡 同时还设置了100万日元的奖金 吸引观众前来报名参加 只要有人能成功过关 就能获得奖金 参与录制的嘉宾也会在这之后 对游戏发起挑战 因为节目收视率很好 所以香港和台湾也都先后引进了这个节目 提到火焰挑战者 就不得不提到节目里最火的一个环节 电流积极棒 这个游戏可以说是节目里的招牌单元 规则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就是用金属棒在两条铁条中移动 中途铁条的形状也会发生弯弯绕绕的变化 挑战者到达终点时 没有碰到铁条就算胜利 中途如果碰到金属棒 就会直接发出警报 挑战也宣告失败 这个游戏十分有趣 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挑战 所以节目组在有人通关后也没有放弃 先后改进了5个版本 最初 节目组还没想到游戏会那么受欢迎 环节设计上并没有太过严格 前半段的铁条弧度 主要参照了主持人小内名字的英文发音 以U字形的圆弧弯曲为主 而后半段则是参照了主持人小南的发音 以N字形有棱有角的弯曲为主 整个路线全长10公尺 只给出挑战者30秒的时间 这项游戏在电视上播出后 不少观众都被奇形怪状的路线 和挑战者的失败所吸引 比起其他不常出现的挑战项目 电流积极棒则是每期都有 直到播出97后被挑战成功 这才暂时搁置 但观众对游戏的喜爱却一点没有消退 这个游戏也被设计成电脑游戏 和实体游戏商品进行发售 于是节目组不久之后就开始了更新 第二代超级电流积极棒 就此横空出世 这次路线的长度增加到了15公尺 增加了一些复杂的路线 但节目组也考虑到难度提升 所以时间上也放宽松了很多 时间限制扩到60秒 中途还设有一个休息区 休息区的时间是暂停的 挑战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休息 如果挑战者有金刚臂力 保持金属棒不碰到旁边的铁条 就算想休息一个小时 节目组也是会等待的 不过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有这样的金刚臂力 一开始确实如节目组所料 难倒了很多人 从厨师到棒球运动员 各个行业的人轮番尝试 但都因为太过着急 难在了新增的复杂转弯处 直到节目播出13期后 有位22岁的男生 在家模拟了无数遍后 成功以56秒的成绩 完成了整个游戏 节目组也不服输 又更新了一个无敌版本 这次增加了电动的部分 前半段增加了一个 和风车差不多的功能 后半段也增加了 不断上升下落的重锤 时间上也严格控制 不仅全场限制60秒 在进入休息区之前的部分 也有30秒的限制 前面的风车部分 对大家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后面的重锤部分 却再次成为了失败重灾区 同时移动的重锤 需要挑战者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 然后一步步招准时机 快速又平稳地度过 一位医生十分有信心地来挑战 他的工作就是替患者接骨 对手的控制掌握得炉火纯青 前半段没有丝毫犹豫 本以为他能够成为这次的通关者 结果却依旧摆在重锤区域 另一位做木工的挑战者 倒是夺冠的强劲选手 就连中锤部分都能平稳度过 但也存在一种得意忘形的可能性 他在最后距离终点不到一公尺 难度最小的弯道那里失误了 看得出他的脸上可惜的表情 但这可能就是命运吧 这次节目组又多撑了一段时间 在19期结束 才有一位面包石出现 完美避开所有失误点 就连最后简单的弯道 都能完成得很好 成功让节目组 再次停滞整个项目 但节目组并不会认输 又带着第四代的积极棒出现了 这次节目组取名为最终点流积极棒 游戏的难度这次上升了不止一点 不仅在前半程换上了前后运动的机关 还新增了一个机器人环节 这位机器人右手上下一动 左手则是左右移动 就连一字眉部分也左右倾斜 看得出节目组的野心勃勃了 最终这个名字也彰显着节目组的自信 然而这样的自信 还是在播出第22期的时候 被一位酒店服务员打破 这位挑战者虽然脸上的表情十分紧张 但手上的动作一点都没出错 每次都能在倒计时结束前完美通过 新增的机器人部分更是只花了25秒就完成了挑战 作为击败节目组的大功臣 节目组还特地关心了他的费用花费 而这位大功臣不仅对手部的掌握很灵活 对钱的分配也是得心应手 100万元给孩子交了学费和同事聚餐 多余的钱还能买上一辆心爱的自行车 然而电流积极棒的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 节目组最后挣扎地推出了一个电流积极棒大饭工 希望能一雪前之 这一次又推出了另一个机器人部分 挑战者一共要完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拟时针旋转的圆形太阳就没有给人留下一点缝隙 需要挑战者找准时机跟随机器运动的节奏进行 很多挑战者在太阳这一步就感受到了难度 甚至因为这次升级的难度过大 原定的嘉宾挑战环节也不做强制要求 就算有选手勉强通过 第二部分更是因为高度加上了地面的上下移动 挑战者站在平台上下移动的同时 机关也在上下移动 在经历了这两关的难度后 挑战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还会面对神秘危险区 机器人的夫人替夫出征 继承笔强化了上一半机器人的功能 两只手的移动加上一字枚就让人应接不下 这次身体里还会多出两根突出的柱子 让人头大不少 而当挑战者终于度过神秘危险区 以为能够拿到奖金时 下方写着危险的牌子又会再次揭开 出现第二个危险区 里面的升级版机器人则是收集了之前的精华 风车 重锤 还有前后滚动的滚筒 一个不拉 很多人在第一个危险区就放松了 当第二个危险区出现时 已经没有力气和精力面对了 就连最后闯关成功的选拔者 也是面露难色很久 最后再一鼓作气冲过去 闯关成功后更是一脸如是重负 仿佛下一秒就要瘫软在地了 这么有难度的设计 也能被挑战者挑战成功 节目组也没招了 毕竟想出这么一堆变态的设计 也需要耗费不少脑细胞 于是节目组不再纠结于 电流积极棒这个游戏 继续发展其他的游戏 后续只有几次特别返场了 难度极高的美国版积极棒 配合星球大战在日本上映 而推出的激光剑积极棒 而火焰挑战者这个节目 也不止电流积极棒这一个游戏 拔丝君印象最深的 还有一个回转寿司 挑战者需要在传送带上的盘子 到达终点之前 吃完盘子上的食物 可以不吞下去 只要保证清空盘子就好 这个环节对当时年幼的拔丝君来说 简直就是天堂 能吃这么多寿司 还能获得100万日元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盘子里会出现 不是寿司的甜品 蛋糕 冰淇淋 大福 也都特别美味 不过挑战者必须要忍住 不然就算挑战失败 还有拔丝君的童年阴影 鬼屋挑战系列 居然让两个小朋友 去鬼屋完成任务 还不让哭 面对黑暗的场景 和时不时跳出来 吓人的工作人员 两个小朋友 居然真的完成了任务 获得了100万日元的奖金 另外还有一个 超级感人的30人31脚 30个人排成一排 把相邻的双腿绑在一起 30个人用这样的31只脚 争夺50公尺短跑的最佳成绩 在这期节目里 福岡是一所国小的六年一班 每位同学都在用心练习 认真听老师的指导 按照老师规划好的策略 一步步进行 最后 靠着大家的齐心协力和努力练习 终于在10秒之内 成功跑完50公尺 获得了100万日元的奖励 因为这期也真的获得了 很多观众的喜爱 节目后来又出了一个特别篇 30人31脚这个项目 也慢慢变成了一个 国小之间正经的比赛项目 节目里经典的环节 其实还有很多 关于动漫的100个问题 日剧经典场面的重现 用纸块加卫生纸 总之有很多精彩的环节 但这些精彩的环节 往往难度都不是很高 再加上节目十分火爆 开播后 不少挑战者都成功赢到了100万日元 这也导致节目经费过高 赚得还没花出去的多 于是节目组为了节省成本 只能把游戏的难度提高 虽然节目奖金也提高到300万日元 节目组还做出了新的尝试 制作了三个小时的家常版节目 依旧阻止不了观众的流失 最后 节目组只能被迫停播 虽然在这之后 电视台和其他国家 也都相继推出了类似的节目 但火焰挑战者 在观众心中的地位 依旧是无法撼动的存在 很怀念有观众 可以参加节目的日子 在这之后 有请著名艺人接受挑战 每次听到这句话 我都瞬间不想看下去 太怀念了 也末年初再次拍摄特别节目播出吧 在十秒内哭出来就能获得一百万元 能想出这个想法的节目组 给了观众一个赚大钱的机会 真的很有趣 好了 本期的拔丝地瓜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按赞订阅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哦